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非常想要收集这个系列的 它其实还有很多 但是我们今天是一个非常特别的 就是冰淇淋纯彩车 这个好像应该是放冰淇淋的吧 而且这上面还有一个小勺子 这里有个冰淇淋的盒子 看 对不对 这里有一个非常super cute的num nums 哇 好可爱 来 你看 哇 现在这个车已打开了 哇 你看 这里面真的可以进去耶 都放东西 这边也是 超可爱 那我们看看正面 这地方感觉就是驾驶的地方 来 我们把它放上去 里面是空的现在还是 冰淇淋 这个是冰淇淋下面的玉米卷 这个上面是冰淇淋 把它放上去 樱桃味的 香草味的 哇 真的很香耶 嗯 好像是葡萄味的 里面呢 是透明的这个 跟那个另外两个长得不太一样 所以这个是挖着吃的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非常重要的材料 这个就是我们做唇彩或者是口红的时候 就经常会用到的凡士林了 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是我们制作冰淇淋的地方 可以从这里压下去的话冰淇淋就会从这个地方出来哦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最后要介绍的就是三个煮 也是算是煮材料中的一个吧 那我们看看这个是什么味道呢 哇 樱桃味樱桃味樱桃味 这个味道我看看是什么哈 是香草味的 跟我们吃那个香草冰淇淋味道好像哦 哇 最后大家看到这个像一个小杯子对不对 其实这里面就是那种小亮粉 超可爱 卖冰淇淋呢 好吃的冰淇淋 各位朋友快来买吧 再不买就后悔了 嗯 嗯我想买你们家的冰淇淋 不知道是怎么卖的 哎呦客人我告诉你哈 你别小看咱们这个店 你以为它是冰淇淋 它不是 它是卖唇彩的 是唇彩 你坐那边等五分钟啊 我马上就给你坐 你看咱们艾莎公主都已经给我们下了订单了 是不是要赶快开始呢 先打开我们的原材料 接下来要加一点颜色 我们先 你看艾莎公主这个气质啊 适合红色 要放入10滴 接下来搅拌搅拌 当咱们这个颜色啊已经充分的搅拌均匀之后呢 我们就需要加上亮粉 哇 哇 超美的 继续搅拌 我们把我们的唇膏放进去 哇 哇 这倒上冰淇淋了 哦 哦 哦 真的很像冰淇淋呢 是冰淇淋的形状哦 客人 客人 你的唇彩冰淇淋好了快来拿吧 哇 哇 真的好可爱啊 嗯 我要赶快试一下 来 我来帮你擦擦 哇 好美啊 我好开心 这里还有个香草味的 那我们先做香草味的吧 那我们先做香草味的吧 我先做香草味的 最后一个还有这个 大家可以看 这个跟我们一般的玉米泡冰淇淋不太一样 它不是卷筒的 它是这种的 有一个杯子 我的第三杯 我决定把它们俩都放进去 我决定把它们俩都放进去 拿一个混合口味材料 拿一个混合口味材料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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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要转一下 哇 这个也装进去了 大家可以看 也是冰淇淋的形状哦 现在Summer的纯彩冰淇淋店 已经都准备好了 就等客人来了 唉 客人怎么还不来啊 我这个生意可好了呢 本来 老板 在不在 你好 这位客人 我们这里有那个香草味 还有樱桃味 还有混合味 你要吃哪一种啊 混合口味吧 好的好的 客人你稍等啊 来客人 你的冰淇淋好了 哈哈 我要回去吃 哒哒哒哒哒哒哒 刚才第二个客人 居然没给我钱 就走了 而且我好像没跟他说 我这个是纯彩 也不知道他 会把他吃了 唉 不管他了 最后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这个小店 还有一个非常特色的 就是超可爱的 Num Nums的盖子 你们看 是不是很可爱 我们把它放上去 啊 就带了一个帽子 是不是很可爱 今天Summer的冰淇淋 纯彩小店 非常的成功 已经卖出去了 两个冰淇淋 鼓掌 开业大吉啊 是不是 但是 大家有没有觉得 这个冰淇淋车 实在是太可爱 而且还可以提起来哦 觉得这个有趣的朋友 一定要给我 点个赞哦 还有离开的时候 千万不要忘记 订阅我们的频道 扫描下方二维码 会有更多 林可家族的精彩生活 等着你哦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